传习法师 传习法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智文殊施利菩萨 南无大智文殊施利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慈弥勒菩萨 南无西天东土 南无西天东土 红中眼教 诸大善知识 一心顶礼 一心顶礼 龙素菩萨 一心顶礼 智者大师 一心顶礼 灌顶大师 万顶大师 一心顶礼 一心顶礼 狄贤老法师 一心顶礼 敬全长老 一心顶礼 一心顶礼 物攻上人 物攻上人 为一切法界如母有情 为一切法界如母有情 究竟解脱 究竟解脱 法无上菩提心 法无上菩提心 下面呢 多称众生慈悲观 称有三种 一非礼称 无礼而称 当修众生 原词对质 观想一切众生 犹如自家的眷属 都要叫他们得到利益安乐 二顺礼称 因了他人的恼乱而生称亏 当修法原始是未知 观想一切法 都是因人所持的生 勿不短持 一切众生 不知道诸法本空的道理 常想求得安乐 为了谁顺众生 都要叫他们得到安乐 三称真论成 以自己的见解为事 指他人的所说所行 都以为不对 当修无缘词对质 修无缘词时 不住法相及众生相 勉异一切众生 往来五道 心着于法 分别取舍 受诸苦 为要使一切众生 解脱诸苦 得诸法实相 叫做无缘词 多称的原因是有多种的 第一种非理称 有的人这个连 没理他也称 无理称的多不多 没有理也会发脾气 有理称 第三 这社会上都是很多的 第三 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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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见地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不学佛的 碰到一个学佛的 是吧 往往我们初学佛的人呢 我们就觉得自以为是 就觉得啊 我们学佛就是好 你不学佛的就是坏 然后我们就会跟他 初学佛的 就会容易发生这种事 老学佛的呢 就不会了 但是呢 你碰到一个不学佛的 他又会跟你争 学佛有什么好呀 你为什么吃素啊 那怎么办 那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就要 我们要明白 他虽然没有学佛 他虽然不明白 他请问佛性有没有啊 有的啊 请问他以后没有因缘觉悟吗 也有因缘觉悟的 他如果有因缘觉悟了 他修起来难道比你慢吗 不一定比你慢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怎么样 你这个时空点 你不要在这个时空点看 他有可能过去也比你善根大 有可能未来也比你精进 对 所以你看到他那样 你就看到你自己过去不信佛的样子 什么样的 所以正好可以忏悔 对不对 你与他修慈心 与自己可以修忏悔 所以就不会有称 不会发起争论称 对不对 你你你你你觉得你能你能跟他说到一块去吗 说不到一块那就保持一个好心态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哎 你因为修行人吗 反正就不能称 也不能争论称 哪怕两个人意见不一样 他不学佛 你学佛 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学佛的问题发生争论 你呀气的不得了 那说明你都没学好佛 你没有在修行 哎 对吧 第一种是最最无理的 对不对 就是没有理还称 啊 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犯啊 有理称 那以后慢慢就会啊 有理啊 有理的 哇 那个就得理不着人呀 那该是 对不对 嗯 也要注意的 你有道理你道理说一下啊 你说一下是可以的 但不要称 你称对方不但不接受你的道理 实际上他不接受你的态度 啊 所以要想对方接受你的道理 你态度要端正 哎 理当理不能说服对方的时候 我们要小自已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动之以情啊 要动之以情啊 啊 啊 在动之以情的时候 他接受你的态度的时候 你再小自已理 人的增长还是这样子的啊 啊 不管对家里人还对外面人 对所有人实际上都是这个道理 哎 邵匡大师弘扬念佛法门的时候 先是说 小朋友们啊 看到我念佛给糖吃哦 哎 小朋友们就开始给糖 啊 后来就是 哎 给钱啊 念师生佛给一钱啊 哇 所以动了后来 大家也不是为了他钱了 就是看到这个和尚和有意思 啊 看到他自然就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哎 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所以啊 大街小巷只要看到这位老和尚就念阿弥陀佛 所以他到哪里阿弥陀佛佛号就到哪里 哎 这就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讲这句阿弥陀佛佛号 尽头法门多少多少不可思议 多么微妙 多么哦 佛菩萨多慈悲 他没有 也没讲 哎 这就是化物与无形 如春春风化雾啊 这个 我们佛弟子要到这种境界啊 那就是特别棒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称 不管是无理称有理称 还是真论称 实际上是都不对的 对不对 不是我们要对质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境界 你还想看 那就是什么 在这里 有些人 那就是 有些人 在这种境界 有些人 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呼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入不息的叫做戏 风气啥啥三种都不是戏 没有声音也不解針 出入都戏了才叫做戏 出息死是从一到十不多不少可以使心不散乱或但出出息不不或但出出息息或许别而树都可以但不许出入拘束因为出入拘束容易生病 如上面的方法修持 可以使身心安定 常常修书习惯 可以对治散乱 正得一心 你看 这个方法多伟大 可以正得一心 这个在上座部修法里 这个可以说人人必修的 熟悉 这个在天台教官里面 就是五庭星里面 这也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 多贪众生 多称众生 多散众生 我们有的人 有的人这个人就只是 好发脾气 气性比较大 那就要多修 慈悲观去 然后 有的人偏重是散乱 你说他也没什么个性 你这个 你但是就比较散乱 天天就是 不知道发呆发什么的 想这个 想那个 自己也不知道 用这个 鼠西观来比较好 他属西 这个西 西呢 这个 也是 是从鼻子 鼻子 鼻 鼻尖 鼻子 吸气 一直达到 这个 肚脐下 这个两寸 这个叫气海 真正 师父那时候讲来说 一般都是 是属 就是 静气 一般都属静气 不属 呼气的 静气的时候 就是从 鼻息 这个地方 鼻息 一直到 气海 气要 慢慢的 就是 一直到 溶到 能够吸到气海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方法 不仅仅可以对治散乱 也可以让人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佛教的 佛教会修行的人 修行基本上就不怎么生病了 我师父讲过这句话 吸入 吸入气海 能消百病 就这一个 所以也有过去人 把佛教里面的这些东西拿出来 当炼气功 叫别人强身健体 但是我们佛教的这个 它只是让我们的心宁静下来 熟悉 非常简单 实用 甚至可以振得一心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你看文字不多 但实际上介绍的很详细了 详细分别 有四种相貌 有声音的叫风 平时最好不要有这个风 但特殊的时候可以有风 风有特殊的作用 但是平时不能有 出入不息的叫是气 节制的 不痛畅的叫喘 所以这个风 气和喘这三种 都不是息 什么是息呢 就没有声音 也不节制 出入都静的 才叫息 什么叫静呢 静到哪里呢 静头在哪呢 就是气海前面讲的 从鼻息一直到气海 息息没有声音的 数息怎么数呢 就是从一到十 师父建议我当时跟我讲的是数入 数入不数出 所以讲这个方法的时候 这个就是特别的 你看我们讲每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就很受用对吧 我讲了也很舒服 我也有加持 刚才讲什么总藏观 什么观 这些都是腐臭味 吸臭味 你们闻得到吧 讲什么就会什么 所以都喜欢弘扬净土法门 所以喜欢弘扬轮回的呀 天天在轮回 大家也不想着去解剖轮回 讲净土法门 讲诸佛菩萨的威德 多少喜欢 对不对 这都高兴 讲众生的愚痴相 所以我师父说 娑婆苦 娑婆苦 娑婆之苦 谁能数 数也数不过来 也不想数 哎呦 那个那么苦的事 这个娑婆众生呢 就是他也是这样的 他已经过苦了 你还给他讲苦 他就很讨厌 佛陀的弟子里面 也就大家设 就是喜欢挑那个穷人家里 佛陀就批评他们两位嘛 但是 家设尊者还是不改 因为 没人学他这样 所以专门跑穷人家去 要了吃的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 不会产生什么弊病的 那那那以后 专门往富人家的 那个很多的 我们出家人就是要 要学家设政策 祝你 你们好 我 没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下面 丁 鱼吃众生因缘观 不信因果 不了因缘生法 叫做鱼吃 可以用因缘观对质 因缘观 便是观十二因缘 修因缘观 可破鱼吃 就是脑子生锈的人 要观察这个事物的关系 一缕 缕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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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缕 你的脑子也缕缕了 脑子一团江湖的就这样的观 这个是什么呢 为什么小孩子 还是我们要去教他学打积木 让他去组装做小木匠一样 这也是启发他的心智 提 zas 尽編 Zither Harp 五 多障众生念佛观 藏有三种 一 昏沉暗色藏 无计可以进行 三十二项对峙 二 恶面思维障 五 历十恶等四 一 面暴身实力 四 五 火力对峙 三 境界逼迫障 身 火 疼痛 祸 玉 火焚 水 逆等四 可以念法身佛 空气无为对峙 念佛法门 可以对峙一切账 这里所说的念佛观 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念佛法门不同 所以这里的念佛 他这里讲到了 跟念佛法门还有一所不同 因为这是什么呢 这是对峙 这是对峙 念佛是求生接引 求求愿往生 求佛接引 那个还不一样 这个是对峙 这个对峙三种 这三种实际上是不是也很普遍 对不对 好像三种我们好像都有 社会上 有的人就是一边学佛 一边心里面想着坏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昏尘暗色 这个我们最多了 念应身佛三十二相对峙 所以这里面又开出一个来 我们是佛弟子 我们看到了佛传了 请问佛 但是佛还有更细的 比如我们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实际上这些也要去学的 佛哪是三十二相 哪里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指什么 你这样观的时候 实际上三十二相里面 每一相又不同的功德 又能够对峙不同的业障 佛陀说 这个是以佛父 净犯王他老人家发起的 他就请佛陀 佛陀当时回到王宫的时候 就是教化父王 有一次法会当中 父王就起来就问这个 他说你作为佛陀 以前是我儿子 从出生看着他长大 他的三十二相 就是我是很清楚 了了分明 但是以后的众生 怎么能够知道佛陀的三十二相呢 所以由净犯王而发问 请佛陀 就是他的一对一打 然后请佛陀自己讲三十二相 所以这个叫观佛三昧海经 这本经的名字 非常的殊胜 这个观佛三昧海经里面 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佛陀的一生 也是特别殊胜的 往往跟其他的经典不太一样 我去印度经常是移到这本经 实际上佛陀传就有藏同别圆的 佛陀同样在同样一个地方 藏教根气的人只看到藏教的境界 原教境界的人看到原教的俗胜 这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上课 我们就当一个上课 这就是个教室 那就是个教室 如果你觉得这是个法会 那有可能就不单单是我们阳间的人了 有可能阴间的也有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 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 在点灯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的菩提灯在点点燃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个光明就更加释然了 对不对 那诸天都震动 有可能 对吧 诸天都会 就境界 你那个不一样 同样一个它有可能它表现的境界不同 这个多障众生念佛观里面的三十二观 还只是我们化身佛也叫应身佛 应化的化身 就应化身 恶念思维障 特别是刚学佛的时候 一边学着佛 佛的名相 佛的经典 佛的这些 他进不去 另一个呢 他的这个习气的相续很猛烈 还是想着 一边念着佛经一边也不想到哪去了 然后自己反省的 我怎么太想这个 你说徒弟 你就要就是有这么经历的 你刚 比如说教化他 色授他 他从普通的一个人 接触到佛教了 认识你这个师父了 然后你在教化他 他也在考验你 他有时候在听着师父讲 他听着听着他 他就 他自己的恶业就会 相续就会跑出来 所以有人也向我发怒 师父 师父 还要怎么办 还是那么那个 想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坏念头 你想看 诸佛菩萨摄受众生 是种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 愿力 你看 给众生 众生呢 学佛就是什么 给佛陀 给三宝什么 都是他的这个夜席 冲击子 还是会冲击的这个三宝 所以三宝这艘船 这艘船 这艘船 要是质量差一点 就经不起他冲的呀 这种也是蛮多的 念爆身佛实力 似无畏的 这个实际上比较难 他怎么念佛的 佛的实力 似无畏 这种众生一般 我们 比如说 刚才正常情况下 先是了解佛的化身 然后佛的化身 要到 学佛要好几年了 到这个戒章 清净到一定程度里 才会介入到佛的报身 然后报身 再会到佛的法身 一般是这个次序 那也有上上根器的 你比如说你禅 禅所色的根器 上上根器的人 他有可能是先见法身 误了法身 然后修报身 修了报身 然后再修化身 那他是这种叫主师级别的 他无误的可以解释佛法的 可以教化众生的 但对我们众生来说 一般就是先了解一个四项的三宝 了解佛传 就是怎么降生的 怎么成长的 长得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是什么 都是比较 就是 我们就是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 才后来他遇到 福德真上了 业障清净一点了 然后才会遇到报身佛的叫法 所以对于你比如说上座部佛教 实际上他们 他们没有这个报身的 佛的报身的叫法 也没有法身的叫法 但是呢 你去他又很奇怪 因为他 他过去有遗留下来 曾经以前 他是大臣金刚这种佛教 所以他有那种佛像啊 泰国你就看 正常的那个佛像 都是这个有发迹的 啊 泰国的佛像那个是有 顶是尖的 那个火焰是尖的啊 但是 也有那种古的佛像啊 老的佛像 哎 他居然有五佛观 有这个五佛观的标志 带有天观的 五佛观的 五佛观的带的身上是有首饰的啊 一般他是他化身佛是没有首饰的 没有这个的 这个叫十三种报式嘛 但是在泰国也是看得到 有十三种报式的这个佛像 啊 那他们就觉得啊 这个十三种报式的佛像 哦 就拜的话呢 是说对做生意比较好 哦 发财 哦 实际上这确实啊 十三种报式的话 他是佛的这个 他显现的威德 他跟化身的又不一样了嘛 报身佛跟化身佛的威德是不同的啊 甚至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嘛 化身啊 这个化身佛的话 他是有正法相法的 报身佛 法身佛是没有所谓的正法相法 魔法的啊 一般人是也不太知道这个 那这个这个靠什么呢 实际上 恶念思维的这种实际上是靠 这个 善知识的悲愿的射受他 这种人要让他自己学佛 他自己就自己就跑掉了 靠善知识 靠大家的慈悲心吧 所以这个报身是 报身的实力是无所谓呢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 善知识的悲心 因为观音菩萨代表报身的 三境界逼迫障 这种就是什么 过去的这种业力啊 冤情在主啊 对不对 身护疼痛 障缘特别多 对不对 这个所谓的三境界逼迫障 这个境界逼迫障里面 就是或是身体里面的境界逼迫 或者外在的 这种就是那个元气特别重 对不对 想跑不太放你的 冤情在主就很厉害的这种 对不对 甚至有的直接就是被附体的 这种 可以念法身佛空际无为对质 你说他本身仗这么多 他怎么可能知道法身佛的空际无为啊 这样学佛根气很好的人才会知道 空际无为的法身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里面 本身就有一种矛盾在里面 那只有谁来弥补这个矛盾呢 这样就是善知识 善知识弥补这个矛盾 填这个矛盾的这个鸿沟 既然他戴这头 这叶长这么重 他叶长越重实际上离佛越远 他怎么还能知道佛那么殊胜的法身的 空际无为 这实际上是靠善知识的 法身佛的这种境界 实际上是要靠善知识的 更大强大的悲愿 他最终死的 也是一样的 knowledge 他很大 他很厉害 他最终存在 他最终热的 你的薇草 他也没有 他怎么回家 一切 他怎么回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武庭新观通过藏通别缘四教 这里虽说藏教而谈 其实像慈悲观中的法原词 无原词 念佛观中的念报身佛 念法身佛等 都已经超出了藏教的范围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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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社会公义为之治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中文字幕志愿者 慈悲智慈悲智慈悲智慧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 慈悲智慈悲智慈悲智慧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话博帐帐号 504444468 504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慧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慧基金会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明镜月功德日 善恶行成一千万倍 求戒拜颤除诸杖 激守礼拜观音前 牵触有求牵触印 灭罪消灾罪吉祥 佛教慈悲智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哉戒 即礼拜大悲颤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7月20日星期四 8点半传授八观哉戒 13点30分大悲颤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公募福恩 慈悲智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传授八观哉戒 即佛学奖座 日期8月6日星期日 上午9点 传授八观哉戒 即蒙山诗时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下午2点 佛学奖座 讲题阿弥陀佛48大悦 恭请战江法师主奖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鼓务联合 die 有些仍义 千里 但是拷春天按耗每一面 便失去了 噢氏氏氏车上装 然后按照他的五皿 拍子 由于这的 如果他躋在那裡的母親就之一家 都給他們 他們就會有什麼好看的 那麼他就做了 他就直接看他了 待會兒的牠們是咱們在那裡 老闆我來拿走 那時候關火 我跟班人一樣 最後當初他們的小石頭 咦 哇嗲哈抵了 pens完的在哪的 woman 她是你老婆家 201 她是发生了 所以她是发生了 所以有一个人 身份咱们 她就是ei 他就像咱们 咱们这一个人 没有了 她就召小 Daily 就像咱们 这一生 咱们这个人 那这种 就是 如果 那CT 我 就是 这个 你 以前 你 那 incorporated into上去去 실제로又有公鲜成这样 而是同一国会的工作 这个我们整个收获了 这就是做 censorship 所以要去小典发 ? 保护 Stevens 我看她很高興 芬威西 prosec,也會 promise 我發現 我aid有的íz色 芬威西蘭 古agog我心 這咪 当时有五百位阿罗汉和一千位菩萨 他们共坐在佛的周围 请佛陀说法 坐中有一位菩萨名叫阿尼长 佛陀在元术经典到那时 他常静静在旁新天 竟然无念一夜专注在今宝 菩萨六度无际难待高兴 是能够快速成佛的方法 那么是哪六度呢 一为不失 二为持戒 三为忍辱 四为精进 五为禅定 六为明度极高兴 三为�人 四为lig 四为十二 三为兽 三为堂 五为雅 五为岸 三为岸 六为十四为雅 四为黄四为雅 三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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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前有一位名叫仙探的大商人拥有无数的财富 平日里他常观佛教名典绝物世间无常 荣华性的财富难以保全 由此深知唯有不实行善才能功德不朽 于是仙探通告灵敏百姓 若有贫穷混乏者皆满足其愿而失于他 那时国泰民安人民富足 数月过去了也没有一个人来领取财宝 既然不是财宝没有人来领取 那只买来套品已被制造众人的疾病 于是仙探买了很多莲药救济众人的生命 四星化日五行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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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仙探太如此行善力士用尽了自己的所有财产 于是打算亲自住海财宝 请问你们要到哪里去呢 我们要到仙探那里 一致急啊 不然就没人了呀 我就是仙探 请你们再忍耐一下 等我回来 哎呀 他 太小了 他就是仙探那 仙探立刻赶回家 向国王建了五百两黄金 买来药物 治愈了他们的疾病 仙探便与这些商人结伴 一同入海财宝 收获国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坚持住 我去试试能不能找到水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到眼前深深的池景 又想到一路收获那些光芒似射 价值连城的珠宝 商人一时尽开运之心 于是重商人已把仙人 赶紧升起珠宝 仙人在哪里呢 仙人在哪里呢 别跟我们分开了 现在不知道去哪了 该不会是你们龙才害命 将他杀害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怎么敢杀害他呢 谢坦平身为善 心怀菩萨仁德 因而感动天地神指 天神伸手叫他接住 令他无一毁伤 先他落下井后 看到一旁有洞穴 更学着更运用人家的水井 还正是从那里爬了出来 敬虾似尼 railway 无非 无非 曼 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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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西田才得以回到本国 谢叹 为何以空手而回呢 只因我运气不佳 未能采得宝物 所以空手而回 有蹊跷 这里一定有缘故 你们听好了 要想活命就会将世界经过城市交代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谢叹得知此事 为之哭泣 立刻来到国王面前 叩咒弃罪 谢叹啊 这些商人违法犯证 他们是必要受罪的 哎 愚痴的人起了天道邪剑 不足以令明智者责罚 恳请您原谅他们的无知吧 国王嘉许仙探的人得苦力 便原谅商人的凶杀之罪 命他们 即刻归还保护 嗯 现场要不是凤复者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德之心呢 是啊是啊 他真是太了不起啦 嗯 泫湞 骑汉要不是凤复者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德之心啊 长帮忍着忽悠 是我们的心灵得以保全 希望你能全数接受 请不要再推辞了 西派市答应了商人们的请求 将一部分财宝还于国王 剩下的全部入于布施 那时的仙态 就是后来的释迦文一符 国王 臣子 何证明 为仙态的流行感动 于是向左规音仿教 受持圣经 从此 子孝尘中 受到天使用力 国家父母 人民康夺 四敬人帮 心心无恋 无不成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